在五週之後就要進行下一場馬拉松賽事 所以在本次的訓練也希望找到自己的問題 再去進行最後的調整 好冷啊 幹 嘿嘿大家好我是Coby 今天教練要來跟大家分享 60秒60秒快 慢 快60秒慢的這個間歇訓練 那今天呢會一路這樣子做完40趟 嗯沒錯你沒有聽錯 我們等一下呢會用每公里3分20秒的節奏去進行第1個60秒 接下來呢會用4分半到4分20秒之間去做第2個60秒 然後呢反覆的交替 直接做到40趟結束 所以呢會快20趟 慢20趟 總共40趟 那我們實際的內容呢 在影片裡面呢跟大家分享 記得打開聲音 還沒訂閱記得訂閱起來 好了 LEGO 好啦各位 等一下呢就即將開跑了 那記得教人教大家 就是在開跑前呢 總可以讓自己的心境轉換一下 因為呢 等一下按下手錶那一刻呢 你就要開始痛苦了 而且 大家看一下我這裡設定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齁 訓練重複21次 跑步1 恢復1 那用1分鐘 對吧這是1分鐘 對對對 1分鐘快1分鐘慢 對 所以呢大家如果要設定的話呢 建議大家到這個手錶頁面裡面 按間歇模式訓練 那間歇模式裡面呢 就可以設定這個 你的快慢的這個分別 你可以把距離改成時間 那你就調成1分鐘 1分鐘 這樣子 那當然也可以距離的 就是調成200公尺 200公尺 那這個呢 是會比較初學的 所以可以分享給各位 那各位呢 可以做兩種方式 一種進階的 就像我這樣子 做1分鐘快1分鐘慢 那初學的話呢 會建議大家 就可能從30秒快30秒慢 去進行 那大概可以做個6到8組之間 去嘗試一下自己這個心肺刺激的感覺 但是呢 間歇訓練呢 還是會建議大家有一個團隊或者教練 那當然歡迎加入 Kobe起跑步訓練班 教練跟大家分享為什麼 因為呢 間歇訓練的話 對於心臟跟心肺刺激 較大 如果沒有嘗試過 或者旁邊沒有相關的人員的話呢 在過程中造成不適的話呢 就是相當的危險 好吧 在這邊簡單分享給各位 那我們就來調整一下心境吧 差不多 調整完畢 我真的要打太極拳了 沒有 不是 我只是跟你說 再準備一下這個 調整一下身心 現在呢 攝氏呢 14度 13度 有沒有 差了一點點 這感覺 已經不對 好 多了 就這樣 準備要開始了 騎乘節快樂 太冷了 這次的訓練 對教練的缺點與問題 去進行設計與編排 本次的訓練呢 其實訓練的時間呢 也約磨五周的時間了 在五周之後呢 就要進行下一場 馬拉松賽事 所以在本次的訓練呢 也希望找到自己的問題 再去進行 最後的調整 那這一次的訓練呢 就是針對問題去設計的嘛 那怎麼會這樣設計呢 因為在這五周的時間裡面呢 教練呢 都是針對這個 乳酸跟有氧系統 去進行訓練 那也為了身體恢復快一些 能夠完成一個 42公里的距離 所以呢 當然沒有那個美國時間 去進行什麼 速度訓練嘛 或者 很基礎的 激勵訓練 那當然呢 這兩者呢 都算是非常的重要 大家也會覺得說 馬拉松就是 跑快跑久就好啦 為什麼要去進行 什麼什麼什麼訓練 那我教練呢 就用自己的體感 去跟你做分享吧 那本次的體感呢 希望設計一分鐘快 用體感8.5成立 那教練自己 預想的8.5成立呢 配速能夠落在 3分08秒上下 那一分鐘慢呢 是希望比慢跑快一點點 約我4分半左右就可以了 可是呢 最後的結果呢 大家繼續看下去 前三趟結束之後呢 就3分15秒的均速 而這3分15秒的均速呢 我已經用到體感8.5成立 甚至呢 只要放掉一點點 放到8成立 想要順著跑 就會掉到3分20秒以後 所以呢 很明顯的就是 在當時11月的 1公里快1公里慢的 配速落差呢 就非常的大啦 因為當時11月份呢 跑出來的能力呢 1公里呢 都在3分15秒左右 而整體1公里的時間呢 體感約約末也是 7到8成立左右 那現在呢 只進行1分鐘的時間 體感8.5成立 卻只有3分15秒左右的均速 所以就知道 能量系統上面的準備 如果不足呢 就會出現這樣的體感 上的落差 那大家會說 你的馬拉松配速跟 呃 長距離的能力也越來越好啦 確實 如果以馬拉松跟 長距離來看的話呢 已經恢復到 大概20公里 可以用4分整 去跑完 可是呢 如果以現在 有氧系統再累積上去 再進行5周的 訓練時間好了 我的馬拉松呢 頂多 在30公里左右的 配速約末落在3分53秒上下 去完成大概就是 現在身體的 這個上限 所以呢 這一次的訓練呢 就抓到一個 訓練上面很大的問題 就是 我的速度上面呢 算是非常大的落差 所以呢 讓我在配速上面呢 也會很辛苦 要跑得更快呢 也算是不太可能 可是呢 這一次的訓練呢 還是希望能夠 找到一些問題 在最後5周時間裡面呢 去進行一些調整 搭配 那在 三趟結束之後呢 就很明顯的 從第四趟 到第八趟呢 就已經非常的辛苦 因為呢 從 去進行一些調整 第三趟 說到 你會看到 這個 你會看到 不是 你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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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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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的時候是20趟,慢的時候是20趟 那這個整趟的節奏呢,其實配速上面的話 就是落在3分15秒上下 那在慢的時候呢,每公里呢,是落在4分半左右 那其實最好認定的這個節奏要怎麼去抓呢? 首先呢,就是抓自己這個 5公里到10公里左右的配速 那有些人呢,能力比較好,可能可以抓到3公里的配速 但這種是少見的 那畢竟呢,這個訓練呢,其實 你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去進行這樣的訓練呢 其實對身體來說呢,是比較能夠負荷的 不然呢,其實這強度對身體來說 負擔較高,你會影響到下一山的訓練 甚至呢,在比賽季啊,在訓練季的時候呢 做這樣的訓練呢,容易受傷 那慢的時候呢,會建議用比慢跑速度再快一些的速度 去進行這個,恢復跑的時間 那也就是說,快慢加起來的總時間 我自己抓啦 因為慢會落在我的這個 週末的這個LSD上面的配速 所以呢,這個就是我的訓練的目的 那訓練呢,還是以馬拉松的這個整體的節奏去做進行 可是呢,在快的節奏上面呢 能夠刺激到我的這個乳酸鬱脂的這個區間 那在這個慢的時候呢,一分鐘的時間呢 用有氧系統去做恢復 那大約呢,是我這個整個訓練的編排的想法 好啦,那如果呢,你有想要了解這樣的訓練 或者你想要了解更多訓練的話呢 歡迎加入Kobishi跑步訓練班 好啦,反正呢,接下來呢,教練距離這個 這個剩下五週左右呢,就要即將 出國去進行這個下一場賽事了 那我們呢,三月份的課程呢 台北天津堂的課程 每週二晚上七點半 也開始招生了 那一系列呢,桃園地區的跑班呢 接下來呢,也會在下週粉絲專頁上面 開始暴露我的資訊 還有IG粉絲專頁 那大家呢,歡迎去訂閱我的FB粉絲專頁 黃俊錡也可以到我的IG KOP底線08.24 相關的跑步課程呢 跟所有的訊息呢 會在IG跟FB上面做發佈 那底下留言欄呢,可能也會有 好啦,那感謝各位今天的影片看完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想了解更多的人 歡迎在底下留言 對於這支影片看起來的感覺爽不爽 好啦,那我自己練的呢 是非常的神清氣爽 好啦,就這樣子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Shout out來自永和234 AKA佛西教練 我忘記說了 CHECK MING PAO CANADA